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说明什么 在那个地方 福贵家族是有钱有闲的地族阶层 而且和同阶层的家族联姻 妥妥的既得利益者 两家的资源特别丰厚 如果没有特殊情况的话 福贵很难掉落阶层 哪怕不能把家族事业发扬光大 也能保证一辈子衣食无忧 但是问题来了 福贵的爹就喜欢赌博和嫖娼 把200亩田输掉100亩 还输掉大半宅院 好端端的家业就这样丢了一半 商量不住下两歪 福贵也喜欢赌博 赌博间隙还要嫖娼放松 精神振奋以后继续赌 他的赌博水平很差 基本上逢赌必输 但屡败屡战 愈挫愈勇 仗着家大业大 想把本钱赢回来 甚至在赌场上冲赈家业 没多久 福贵把房地产都输给龙二 变成了赤贫的无产阶级 他跌在搬家之后就给气死了 那座宅院和田产也成了龙二的囊中物 老话说 人就怕吃喝嫖赌抽 其实吃喝嫖对于穷人来说是大事 可对于家底丰厚的家族来说 这算什么 人的胃口就那么点大 拼命吃喝又能花费多少 嫖娼就更不用说了 从来没有因为嫖娼败家的事情 真正的问题是 人在吃喝嫖的过程中 逐渐不求上进 然后变得又懒又不愿意思考 这就走上一条不归路 地主少爷福贵因此反贫 穷人要染上这些毛病 一辈子也翻身无望了 自甘堕落在世人生的无敌洞 福贵不求上进以后 也就没有该事业的雄心 可人是有欲望的 不管是重振家业或者发家支付 人总想象上走 心甘情愿躺平挨垂的恐怕没有 那不求上进的人如何满足欲望 只有赌博了 这种事情不用付出辛苦的劳动 也不用积累资本 只要坐在赌桌上就有无限可能 说不定一把下去 能少奋斗几十年 每个赌徒都是这么想的 但每个赌徒都在赌桌上 输得酷差都不剩 因为赌场无赢家 当然赌博不只是玩牌耍骰子 那些什么都不懂 听个小道消息就去炒股的 发现风口不调查 不研究就去创业的 把所有希望寄托在一个人的赏识上的 本质上都是赌 事实证明 凡是内心想赌一把的事情 往往要输 江湖称为薛定恶的赌 所以像福贵这种富裕家族 只要没遇上改朝关带 本分经营产业过日子 基本不会掉落阶层 更不可能迅速反批 但要是内心产生赌一把的念头 那就快了 穷人翻身的普遍路径是慢慢积累 类似于福贵家族一样 如果赶上历史进程 走在时代风口上 只要活下来 大概率能迅速翻身 最典型的是春生 春生是赌场伺候人的小二 后来跟着福贵到处唱皮影戏 结果被国军抓壮丁 不过两人运气好 没在淮海战役中被打死 保住一条小命 随着解放军渡江南下 福贵从小人物的本能出发 想活着回家和老婆孩子一起过日子 而春生参加了解放军 跟随部队继续南下 后来又奔赴朝鲜战场 成为更正描红的解放干部 没过几年 春生被提拔为区长 算是彻底翻身了 其实从本质上来说 春生能翻身也是赌 不过福贵是不求上进碰运气的赌 春生是选定方向 孤诸一致的赌 他原本就没什么可失去的 仅有的资本就是一条命 想翻身只能把命压上赌一把 富人福贵需求稳 求人春生要不病 这个和之前说的不矛盾 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吧 不过个人命运在历史洪流面前 什么都不是 那个龙儿也不怎么富裕 勉强混口饭吃 费尽心机赢了福贵的家业 成了民国光宗耀祖的地主 结果四年后中国解放了 龙儿被化成地主 拉出去攻审枪毙 龙儿对福贵喊 我是替你死的呀 怨谁呢 要是谁都能看清历史的进程 天下就没那么多穷人了 很多走过的弯路也可以避免 全国解放之后 福贵和春生都没想到 他们将以另一种方式再见面 那是50年代后期 国家为了大规模工业化 把福贵和其他人被组织起来 大炼钢铁为工业化服务 在全民围攻的年代 福贵的儿子友庆也得参加炼钢 有天他实在累得不行 便在土墙后边睡着了 什么都听不见 正好新来的区长在推车 不小心撞到土墙 友庆被砸得血肉模糊 很快就不行了 正常找到福贵 话里话外都透露一个意思 新区长是领导 要不就算了吧 福贵早已经不是曾经的少爷 不过是一介平头老百姓 根本不可能硬刚区长 把友庆埋在山头 也就算了 要不能怎么办 新区长坐车到友庆坟贤 送上一个花圈 福贵这才发现 撞死儿子的新区长 就是春生 春生望着福贵说了一句话 怎么是你的儿子 不知你们是怎么看的 反正我听着这句话听来气 难道其他人的儿子 就能随便撞了 就凭你春生做了虚仗 就能撞死别人的儿子 不用偿命 怎么是你的儿子 说明一个问题 春生对撞死人的愧疚 只因他是故人福贵的儿子 而不是对死者和家属的愧疚 如果友庆不是福贵的儿子 恐怕春生连这点愧疚都没有 看到这里你就能明白 曾经的穷人春生翻身以后 已经失去对底层人民的共情心理 成为高高在上 遗旨气势的大人 而那个位置以前是属于福贵的 也就是说春生和福贵的社会阶层转变之后 基本没有什么变化 依然是屁股决定脑袋 坐在什么位置 便想什么事情 说什么话 当年的军民于水情 已经变得于是于 水是水 恐怕用不了多久 就相忘于江湖了 春生和福贵的问题不是个例 有人曾经吐槽 这些年镇长说什么就是什么 从来没有人反对过 而且其他人也不敢反对 因为镇长是代表组织的领导 反对镇长 很可能被解释为反对组织 某些领导也利用对组织的解释权 随便给反对他的人扣帽子 所以镇长和区长管理的地方 都是侦察不进 水泼不进的独立王国 他们则是说一不二的国王 如果只有个别领导是这样 那也没什么 做领导总有强势和弱势的区别 强势领导说一不二是常态 可镇长和区长都是屁股决定脑袋 那问题就大了 镇上有区 区上有县 县上有市 市上有省 北一级领导都这样的话 说明从省到村编布大大小小的独立王国 每个独立王国都有一个春生式的国王 他们撞死人没有愧疚 不把穷人的命当命 稍微有点愧疚 还是因为故人的儿子 只有和国王专心待故 才能享受到调动工作的福利 以及同情和送花圈的待遇 普通老百姓是没资格的 他们的孩子被撞了 找个地方埋了拉倒 绝对不能给区长上眼药 在活着的士气里 表面上开始故人重逢 背后却是权力结构固化 解决权力结构固化的方法 在电影里出现过 但走到那个最终解决方法之前 还需要一点过程 我们来捋一下这个过程 刚开始大炼钢铁的时候 镇长到福贵家里收铁器 要集中到土钢炉里面钢 狗里演的佳蓁是福贵老婆 心疼家里的锅碗瓢盆 问镇长 家里没有锅灶 那我们怎么吃饭啊 镇长大手一挥 镇长办了大食堂 什么时候饿了 只要你们抬抬腿 往食堂门里一挂 鱼呀肉呀 撑死咱们 婷婷这话就有问题 那可是50年代后期 一年能吃一顿肉就不错了 谁家能扛住每天大鱼大肉 再说了 每天还吃不饱饭呢 明天就能吃得撑死 也不想想粮食和鱼肉哪里来的 不过他们不在乎 只管敞开肚子去就是了 因为在办大食堂的时候 镇长居民家里的牲畜也充功了 能撑死他们的鱼和肉 都是以前人们舍不得杀的牲畜 反正不是自己的东西了 浪费多少都不心疼 公家的财产能捞一把是一把 不占便宜是王八蛋 富贵家有两只羊 也和其他人的羊 一起充功到大食堂了 结果隔几天就杀一只 给大家做羊肉吃 家政还奇怪 怎么又吃肉了 就这么胡吃海喝的不长时间 大食堂里的粮食告气 满足不了大家的伙食需求 粮食危机来了 粮食危机的几年后 隔有眼的师爷想了一个办法 准备把甜分了 各家种各家的甜 不用吃大食堂了 张麻子不同意 他认为集体公有的生产关系不能变 一旦生产关系变了 整个国家制度就要变 到那个时候 就不能保护百姓的利益 还得被外国压榨盘埔 于是顶着压力 把分田的建议驳回去 还批评了想分田的事业 而且他也知道基层的问题 比如春生的独立王国 撞死人不用偿命等等 这些他都是知道的 有次张麻子请扣吃饭 对在座的客位说 现在用几盒香烟 就可以把一个党支部书记给贿赂了 如果把女儿嫁给一个干部 那就要什么有什么 他们和工人农民是两个对立的阶级了 你说春生和福贵是不是对立的 镇长和居民是不是对立的 要不是对立阶级的话 春生撞死人之后 不会一点惩罚都没有 其他目击者更不会话都不敢多说 在张麻子看来 粮食危机后的分田和春生的独立王国 归根结底都是修正主义 本质上是一回事 于是他把两件事合在一起 想用一场社会主义教育运动解决问题 这场运动的目的是整顿和教育 比如投机盗把的 贪污盗窃的 好羊毛的 逊工肥丝的等等 都要在这次整顿中得到教育 让他们以后不能做坏事了 但是这次整顿教育很不成功 失业的主要目标是教育继承干部 尤其是处理经济领域的问题 说春生和镇长等干部是没问题的 不过是说了几何相应而已 改了就行了 也就是人没问题 错误也不大 张麻子说不对 这不是小小的经济问题 教育对象也不是基层干部 这是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政治问题 要教育的是各级当权者 尤其是师爷这种高层 他亲自把社交运动 改为清政治 清经济 清组织 清思想 要从大方向下手 比什么事都往基层推 张麻子追踪了半天 但各地都反向冷淡 什么工作都推不下去 别说清组织和思想了 连贪污受贿都清不动了 到后来他的文章也被杰柱发布出来 张麻子从来没有如此失落 以前斩皇四郎的时候 身边还有几个兄弟 如今住进俄城 兄弟们还在 却要和师爷去普通了 塔斯莱想去 既然到处都是独立王国 那就重新给割成百姓发枪 打烂你们的独立王国 张麻子打烂独立王国的行动 就是大革命 这个情节电影里没细说 倒是小说里多写了一段 春生被群众压制游街 胸前挂着大牌子 几个红卫兵对春生拳打脚踢 狠起来一脚踢在春生脑袋上 发出咚的声音 然后躺在地上不动了 福贵走上去问为什么打他 红卫兵说春生是旧领导 拉出来批判一下 一个月后春生还是上吊死了 镇长也被拉出去交代问题 不过他的结局算好的 挨了几次打还能平安回家 这么说的话 张麻子给俄成百姓发了枪 已经把独立王国打烂了 但打烂之后该怎么办 没人知道 小说里批斗镇长的一段很有意思 当时他们正在田里干货 突然走来一群十六七岁的红卫兵 直高气昂的样子和二百五四的 举着墙壁就问 为什么没有标语 镇长点灯哈腰 赶紧说刷上了 在屋子后边呢 那些红卫兵掌握生杀大权 根本看不起镇长 吹起哨子让所有人集合 集合起来干嘛 弄悬备 他们问有没有地主 又问有没有富农 再问有没有走资派 听说都没有以后 举着镇长的鼻子说 那你就是走资派 带走 而且红卫兵想动用群众 让他们反抗镇长的统治 但是福贵等人也搞不明白是怎么回事 就说镇长没欺负他们 红卫兵亲密的说 不可救药 这件事里有几个信息 红卫兵完全不知道大革命的目的 也不清楚自己的任务是什么 甚至连发动群众的方法都不懂 只是仗着张马子给的权力横行霸道 福贵等人也不知道大革命在干什么 更不知道自己在革命中属于什么地位 以及该如何配合张马子的大革命 他们以为大革命就是抓人 为了防止被抓还躲得远远的 总之 参与其中的人都不知道要干嘛 于是红卫兵只能搞破坏 打烂独立王国之后一脸茫然 陷入没事着世的死循环 福贵等人开始反感红卫兵 进而反感大革命 为大革命彻底失败埋下伏笔 唯一知道大革命要干嘛的是张马子 但是这盘棋太大 他需要红卫兵系统帮他实现目的 不可能每件事都亲力亲为 那么当红卫兵系统失灵 福贵这种群众又反感的时候 张马子的失败也就顺其自然了 这是执行过程中的结构性矛盾 基本没有解决的办法 最后结局是大破了 却没有大力 张马子也只能感叹 这些讹臣百姓带不动 福贵败猜的时候 龙儿送给他一个皮影戏箱子 福贵带着皮影走南闯北 养活了一家老小 那些幕布后的皮影被两个木棍操控 表演出让人惊叹的动作 而摆动木棍的却是另一个人的手 其实福贵 春生 龙儿 镇长 师爷 甚至张马子 又何尝不是幕布后的皮影 他们表演出来的动作 时而激扬 时而哀叹 无非是皮影后面的手 需要他们做出的动作 那只手有时候是命运 有时候是局势 真可为万般坚实命 半点不由人